合并列印的功能,那合并列印呢是将Excel的资料档跟Word的文件档做合并套印的工作 譬如说在我们WordSample的零四资料夹,有个叫家长资料档的Excel的XLSX,按两下开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内容里面是什么东西呢?胡号,家长姓名,对不对?电话8672001,8672002 我们来看看多少人呢,里面有四个栏位哦,编号、姓名、电话、住址 那全部呢有30个人名,最后一个黄义安,第一个叫胡号 好,那要跟Word做合并列印,再讲一遍,必须Excel关闭起来 我们记住了,有四个栏位,还有30笔资料,第一笔资料是胡号,关闭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Word档,家长的资料档已经完成,你了解 那是Excel做的,那Excel我们后面会学习 好,我们回到Word来,我们来档案,新增,顺便认识一下 当你在新增的时候呢,Word提示上提供很多现成的一些文件哦 让你方便说,比如说我想做个邀请,那里面应该打什么呢 如果在库存管理的文件应该打什么,就有相关的一些资料介绍 那比如说我现在点选邀请的这个,好,往下移 这个,看一下这个,这是各类别,好,点选邀请 那就连结到,这是office.com哦,所以网路上要连线 如果没有连线,就没有办法这里哦,来点活动邀请函,这里 我看到这个,那展开来完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卷轴往下移 比如说我现在点选这个,家长会面通知单,再来点选下载 好,就从网路上下载了,那提醒同学,如果你的电脑现在不能网路有问题呢 你从光碟片开,第四课也可以开起来,这个档案可以把它开起来 好,那我们要来进行合并列印的工作,那这个档案我们就先关闭好了 刚刚是跟你讲范本,然后我们开启,为了上课的顺利 我们做了家长会面通知单,这地方,我们简单改了一下 这个是家长姓名,好,我故意在这个地方,请同学来看这个的 好,我们来点选哪一个呢? 这个是个word文件档,要给你sale合并,我们点选哪一个? 邮件的启动合并列印,那合并列印呢,有五种类型 首先我们都从这里开始 逐步合并列印经理,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有六个步骤,六之一就开始了 要做什么事情呢?信件,好,下一个,六之二 你要从哪里开始呢?使用目前文件,因为文件我们就做好了 对啊,再来点收件者,收件者就是要把Excel的资料档 把它结合进来,那怎么结合呢?点浏览 好,那就在我们光碟的那个word的第四课 好,把这个家长资料档点,开起来,Excel档开起来 那再按确定,仔细看哦,编号,姓名,联络,住址,就这个 那全部几个资料,30笔资料,按确定 那这两个答案就产生了连结的关系了 这时候呢,我们在家长姓名这地方把它选起来 要把它取代哦,插入合并哪位,把它选什么?家长姓名 有看到两个双引号吗?那这个地方就叫做变数 那再选起来,我希望待会姓名放这里的时候,颜色改成红色 你可以改字体的大小,颜色,样式等等,都可以自己来做选择 好,那其他地方我就再加一个好了,现在在练习 这边出现姓名,那这里呢,我出现什么?它的住址 好,那住址我希望它呈现什么? 呃...蓝色,紫色 好,这次我们来预览结果看一下 第一笔笔号,是出了台北市新一路,二十二号,第二笔呢? 王洪胜,第三笔,那最后一笔是谁?王毅安,还记得吗? 好,那就完成了结合套用的工作 最后呢,我们要把它产生一个新的文件哦,我们点选完成与合并,点选编辑个别文件 好,三十笔资料跟这份文件全部结合在一起,按确定 这时候产生一份新的文件,叫胡浩,您好,对不对? 好,下一页叫王洪胜,您好,在下一页呢? 珍重哲,您好,好,收起来看看,全部有几笔资料 这边呢,就是三十笔资料,也就是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将Excel的资料档,结合在Word文件里面,使用合并讨论功能 最后再来按档案的列印,就可以把它列印完成